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那我相信這個節目的一開始 還是要先提醒你 我說曾鴻為了想要幫助你 推出了這個破天荒的翻多起算會起 我們只限額100名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這個行情我相信講再多也沒意義 因為所有的一路的驗證 我都已經給你這個從頭到尾 應該是說每次都是事先的告知 那你後面我相信投資朋友 你知道有看我的節目 甚至於你可以把我所講的回到之前 因為我們都是網路節目 你隨時可以回到以前的節目去看 我看這種所講的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只有憑實力才有辦法做得到 這個絕對不是用嘴巴去講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趁這個最後面 我說這個地方只是破底行情已經實現 還有最後一個叫做什麼 敢底坡行情 這個敢底坡行情投資朋友 你想要反敗為勝的話 真的用我們這個專案 我說過 如果你超過這個晚上的6點半看到我節目的話 你可以利用我們的影片的右下方打勾的符號 來前寫表單 當初的8月23號 我就跟你講說這個地方已經要怎麼樣 出現了一個反彈結束的訊號 那其實我也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我說其實13928我也知道會反彈 那當時我就已經跟你規劃了 我說那個15218點就算過了 他還是會跌回來 而且16000絕對讓你看不到 這個是在當初在反彈的時候 我就已經事先預告了對不對 那一直到8月23號 我在出現一個所謂的孤島雙口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說這個地方已經要轉落了 反彈結束了 不要再去幻想萬六行情 當初為什麼有那麼多的 這些財經媒體分析的人一直看不懂呢 我說過很簡單 因為他們對技術分析沒有那麼深入的去了解 他也不可能像曾鴻對不對 花了將近20幾年的時間去研究技術分析 而且我的技術分析我說過 我去推翻了很多市場上的一些 技術分析書籍上面所寫的 很多都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在多方式跟空方式 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自己再去做調整 這樣的一個階段 實際上是最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你之前所學的推翻掉 然後又要自成一派 投資朋友說真的 那個真的是很艱難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常常看那個電影一代宗師 就會感同身受 因為你要去創新 而且你要去否定掉以前的東西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當初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我不曉得投資朋友 你能不能去接受 那包含到這個8月31號的時候對不對 那我又在跟你講說這個地方你要去注意囉 為什麼 因為這個邊不叫做要什麼樣要大漲 那時候我記得是漲了141點 到了9月13號又再提醒你這個邊的反彈 就是說再一次的反彈又要結束了 對不對 因為我當時也跟你講那是巨齒波的下跌 那這邊呢黑石之心又是一個反彈的結束 到9月14號 當初還是有很多人跟你講 那個叫什麼 倒撞反轉兩個缺果還畫給你看 我說那是右右半分析的這個結果給你聽的 對不對 他們不會看嘛 看不懂 沒辦法 只要這樣跟你講 那真正的是怎麼樣 碟四又在啟動 而且很多人拿那一根下影線來跟你做文章 還記得吧 很多人叫做衝天炮 好 到了9月20號 還有人繼續跟你講 那個叫做雙底成型 對不對 那打雙腳 那只有曾鴻還是繼續告訴你 不要被這個右右半的技術分析所騙 到後面呢 9月21號 我還在跟你講 這個叫做破底的行情 持續會進行當中 那碟四呢 再度的啟動是我9月14號跟你講的 到了9月22號 已經雙腳變掰咖了 但是又是因為又出現了一個下影線 市場的一些 這些做多的財經媒體分析的人 還是跟你講什麼 趕快買 因為很多人跟你講什麼 他當天啊 買在最低收在最高 是不是跟9月14號的台詞一模一樣 我還跟你講這樣子 你還記得吧 好 然後到了現在9月23號的時候 我在跟你講什麼 我說你千萬啊 不要拿你的錢去開玩笑 我說過啊 那個叫做什麼 強空形態 是下降的孤島雙口 對不對 同志朋友 9月22號的時候 我跟你講的這句 有誰會跟你解什麼叫做下降孤島雙口 我說過 全市場 不要說全市場 應該說全世界啦 沒有技術分析跟你講這個啦 因為那是曾鴻觀察了很久 我自己發明出來的 也不是發明啊 我應該說經驗的累積 讓我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形態 平常你看那個技術分析也找不到這個東西啊 你不相信你可以去Google搜尋嗎 什麼叫下降孤島雙口 絕對找不到 就是曾鴻自己去累積經驗所得到的一個答案 所以很多事情我跟同志朋友講過 我為什麼可以事先規劃 事先把你先把股市的未來先告訴你 因為 同志朋友 我說過啦 唯有技術分析家籌碼面 一個量價關係 才有辦法真的看到未來 沒有人用基本面在看未來的啦 我說那個是多方式 那也是後面去反應嘛 對不對 點火反應 那其實他早就已經先漲一段 所以我希望跟同志朋友講很多事情啊 不是到最後面要得到答案 你才能夠去認同 我常跟同志朋友講過說啊 不要拿你的錢 你的血汗錢 你的心 你甚至於你的老本 來賭曾鴻24年的操盤經驗 我說我說錯就說錯了 沒有怎麼樣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你錯的話呢 同志朋友 錢是你在賠的耶 很恐怖耶 我是希望說同志朋友啊 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這些血汗錢 對不對 那甚至於你可能是你的老本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同志朋友講說 一直在提醒你 對一路走來 你看 從我一直跟你講這個盤 已經反彈結束了 到現在 有誰這樣子 一直苦口薄心的跟你講這些東西 同志朋友 你要去看看啦 真的啦 一路走來 誰才能看懂大盤 我沒有跟你互多互空 對不對 包含大盤漲了100多點 200點300點都是一樣 我就跟你講這個地方就是不行了 哪怕他連續大漲三天 我還是這樣告訴你對不對 同志朋友 剛才我已經給你看過了嘛 所以很多事情啊 我是希望同志朋友不要每次都要答案出現了 你才去認同 真的這樣子對你來講真的是非常的傷 而且我說過 我不希望同志朋友 因為這股市 我說後面還有一個港體破行情 不要港體破行情真的又出現的時候 很多人因為這樣的關係 家庭又開始又鬧了一些糾紛對不對 大家又因為這個買股票的問題 賠錢造成你怎麼樣 家庭又開始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狀況 那甚至於你又因為這樣子一個股市操作失敗了 結果可能對自己又怎麼樣 人生黯淡 又要寫什麼畢業文 甚至想不開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不要去走到那一步 輸了就輸了沒有關係 你可以重新再爬起來 但是你要怎麼重新爬起來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你要找對贏家嘛 然後老師一直找那些 明明就是幼幼班的技術分析 你一直在跟著他跑 那你會跑的不但很辛苦 而且錢都是你在賠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你要去注意了 那現在重點來了 我說未來還有一個港體破的行情 可是這個之前 我在想應該會有個所謂的死貓跳 那什麼是死貓跳你繼續查了 我就不想再多做解釋了 那這個死貓跳 就是你什麼最後機會了 投資朋友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那你自己要不要去相信 我不知道 反正我該講的都講 全部都是講在前面 那再來就看台積電 台積電單人現在還沒有破底 大盤先破底 那大盤會先破底的原因是因為 航運股跟什麼傳產股 帶下來的 但是電子股還沒有對不對 那就是告訴你什麼 未來的電子股 他就會有補跌的機會 你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那再來就金融股 金融股也沒破底 而且還離得蠻遠的 所以說在目前為止 我說過真正的稱盤的主角 還是在什麼 金融股 好 金融股在9月22號 我跟你講說 國代金、富邦金、中信金、台信金 破底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破底的前兆 對不對 當初我跟投資朋友講 你可能也怎麼樣 沒有辦法去接受 對不對 就一定要等到看到 好 那現在金融股在這個地方 短支點他終究還是失守 那有沒有機會去跌破 前面的這個所謂的低點呢 投資朋友你拭目以待 我覺得我現在跟你講 再多答案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已經發生了 對不對 已經發生了嘛 所以你該怎麼去 面對你現在的持股才是重點 我給你規劃越多行情 你只是一直在等驗證 每規劃一個行情 你又在等驗證 每規劃一個行情 你又在繼續等 那反而是怎麼樣 沒有幫到你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繼續思考 好不好 那鋼鐵股也是一樣啊 當初我就跟你講說 在8月16號 我記得 8月16號衝過去之後 他就一直動不了 為什麼 8月17號之後 大盤就來到什麼 反彈的高點 15475 那他就一直衝不上去了 好 當初我就跟你講 你要注意 因為他的短壓區都沒有去供 有沒有 投資朋友 你應該記得 那如果不記得 你自己回去看 看我的節目 反正我們這網路節目 你一搜尋就有了 那當初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在提醒你的時候 你去想想看 我這一路下來 我跟你追蹤了多久的鋼鐵股 有沒有玩完全全的一樣驗證 我不是只有幾大盤 解類股也好 解個股 解族群 全部都驗證 那最後你看鋼鐵股 還不是難逃這個破底的行情 航運股就不用講了 對不對 每次講到航運股 我就真的不想講 尤其如果你的新會員 讓我看到你手上還有航運股的 我真的連擠都不想解 為什麼 我已經從四月中 跟你講航運股 看衰 看那麼久 如果你手上還有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麼 對不對 已經五個月了 投資朋友 包含在最近的這個震盪 我還告訴你 不要去摸底 對不對 不要什麼海底撈 撈到一個潛水艇 你看 還在繼續往下沉 你怎麼辦 我跟你講說這個轉弱形態 沒有止疊形態 這個地方還早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 講的一些東西 我希望你自己 你自己去回顧一下 我講太多真的沒有用 唯一重點是什麼 你願不願意伸出手 讓我來拉你一把 這才是重點 否則我跟你規劃再多 講的再多 驗證再多 全部都中獎 有沒有用 沒用啊 因為你還是在繼續 操作著你的個股 對不對 那我還是在講我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把你的手伸出來 我的雙手都已經伸出來了 就是要希望能夠拉你一把 所以我才推這樣的 破天荒的一個會期 翻多我才跟你起算 也就是說 這個如果是說 空方一直在跌 對不對 跌得越久 你不就賺得越多嗎 小賺大賺都給你賺啊 投資朋友 已經那麼大的誠意了 曾鴻拿出那麼大的誠意了 我希望 你真的在此時此刻 趕快覺醒 趕快拿起你的電話 握打我們的專線 我說過 如果你看到的節目是在 晚上六點半以後 你可以利用我們這個影片 右下方的一個打勾的符號 你點進去之後 就有這個表單可以填 那填完之後呢 我們隔天 就有所謂的這個助理 來幫你來做個服務 甚至來跟你做個解說 那當然是目前的行情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 可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要說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多的一些財經媒體 財經媒體分析人員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都灑掉了 對不對 怎麼會破底 為什麼 因為國安基金的防護線 破掉了 你就六省五組了 那些做多的財經媒體分析人 你就六省五組 怎麼連國安基金 這個戶盤底線都破掉了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我說真的 我說過了 全球的股市 不是只有台北股市在開盤 我們一定會受到影響 對不對 你不能說 道琼已經破底了 對不對 台股不會破底 歐股也破底了 一堆全球股市 幾乎都在破底 那只有台北股市 會蹭在那個地方 你覺得有可能嗎 你也知道不可能 那只是說你不願意去相信 這樣的事實 那一定要等到這個答案出現了 你才夠認投點書 可是你認投點書有什麼用 沒有用啊 因為你的持股還在啊 怎麼辦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看這個新聞 你看當初的航運股 9月22號 才上個禮拜四的事情 不是大家跟你講 航運股爛船也有三金釘 有沒有 代表他還是有什麼 投資的價值 還可以去搶 那是講什麼 講散裝貨運嘛 那結果呢 這些釘子全部又生鏽了 又沉到海底了 不是嗎 今天你看 這些的航運股 這個還是盤中的哦 收盤的時候 台花投控 這個所謂的 散裝的龍頭 跌停板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很多事情啊 我們在事先跟你講的時候 尤其在正宏苦口薄薄 對不對 尤其他在ABF載板 6月中心 就開始跟你講 講到現在 真的是6月中旬 6月15號 為什麼 因為星星那收告 跌破他的那個什麼 複合式的頭肩頂 剛剛跌破 我就一直跟你講 這個ABF載板 不要再去追 不要再去碰 對不對 而且一堆人告訴你 哇 ABF好棒哦 ABF載板 訂單滿載 好 ABF第三季是谷底 第四季會怎麼樣 會開始往上來 需求開始 又見回升 有沒有 你聽到都是這些 那結果呢 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真的 這個ABF載板 套了一缸子的散戶 哦 幾乎啊 很多人都在問我ABF載板 可是我講再多 你聽不下去有用嗎 投資朋友 沒有用啊 你自己要去想想看 為什麼你會這樣子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叫做紙碟訊號 所以投資朋友你想知道什麼叫紙碟訊號 對不對 很簡單啊 來啦 上我這個課 我這個課 你只要是會員 我就送給你 價值兩萬塊 而且我剛剛講過了 還幫你怎麼樣 會期翻多之後才開始起算 所以投資朋友 這麼大的優惠 這麼大的誠意 我不曉得投資朋友 你為什麼不讓我 幫你拉你一把 哦 你還在繼續的看 你還繼續的在等待 所以投資朋友 當初的升級股 你去想看 九月初 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有誰想告訴你 那時候還不是跟你講說 每次升級股就是怎麼樣 漲兩個月 從7月7號漲到9月7號 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還沒到9月7號 而且升級股指數的高點 是在8月31號 你可以繼續看 上跪的升級股指數 那結果呢 我說他會怎麼樣 輪流建高之後 就開始往下跌 投資朋友 你看 今天升級股 真的是跌的蠻慘的 而且跌停板 最多的也是在升級股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這一波下來 你會輸的那麼慘 假設你輸的很慘 套的很多的話 是誰害你 是你又聽了誰的話 造成你的股票套了一大堆 舊的套進去不算 新的又繼續套 對不對 當初的網路這個族群不是也是如此嗎 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說 8月中旬8月12號 我說致意嗎 第一根跌下去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 接著下來 網通股會怎麼樣 輪流建高 輪流主力落跑 有沒有 投資朋友到現在 有沒有事事先提起你後面就知道了 對不對 那甚至於在之前 投資朋友群聯 我真的一定要講印象深刻 為什麼 因為有這個酸民 講說我的群聯被嘎爆 那時候漲到300多 我說不會嘎爆 要漲一倍才會被嘎爆 對不對 跌下來他就會賺錢 那你看 群聯當初最高到323塊 那現在跌回來 賺錢回補 我一張還賺多少 1.9萬 10張就賺19萬 這就是為什麼當初我一直不希望 我的會員去做多 投資朋友你要去想 曾鴻真的是用心良苦 如果我當初 帶著會員去做多 搶短多的話 他們那一些短多 手上的那些套籃的短 這個多單絕對不會出 百分之百不會出 而且呢 他又繼續去做多 對不對 好 等到來到了15475 就算我翻空好了 他那些多單還是不會走 沒錯吧 為什麼 因為一直會心存希望 因為你又做多做上癮 可是你反過來去想 假設我一路帶你去做空 第一個 你不想 不敢再去做 做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呢 因為你做空之后 你的資金已經卡在空單了 你也不可能有資金 再去做多 所以你也不會有新的資金 再去套在什麼 新的多單裡面 投資朋友 你看到這一波 有多少資金又卡在什麼 生技股 跟什麼 網通族群 沒錯吧 甚至於ABF載板 有多少人前面沒買的 後面一直跳進去 跌的好便宜哦 哇這個股價已經抵成這個樣子 絕對可以買 結果呢 投資朋友 你自己去想想看 假設 當初你是跟著真紅在做空 那1500點 你只會想多單 趕快解碼 那那1500點 你的資金 不會再重新 套到新的多單裡面 這就是我帶領會員 最主要的目的 當初為什麼我寧可硬著頭皮去做空 我都已經可以把這行情看成這樣了 你真的幫把真紅當作傻瓜嗎 不知道那13928會反彈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很多事情 你回過頭去看 回過頭去想 你才知道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好 再來就是什麼 我們最近的新空單 震華店 對不對 我說過 反正沒關係嘛 這些這些股票 後面他還是會補跌 好 你喜歡彈嘛 我就給你怎麼樣 先補嘛 補完之後你彈了 我再來空 就那麼簡單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其實你看我們這個股票 短短的幾天 這個也是我們當初 在9月19號放空的 這樣就10萬塊 10張就10萬塊 不美好嗎 你要扣掉 還有中間禮拜六跟禮拜日的放假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現在我跟你講 真的 解釋再多 講再多 把你貴化再多 都沒有用 我一直伸手 希望把你拉起來 對不對 讓你能夠逆轉勝 可是投資朋友 你的手最起碼要伸出來 不是嗎 對 人家上帝也常這樣 不管是人家上帝也好 這個還是 這個所謂的 佛祖也好 當他想拉你的時候 幫你一把的時候 可是呢 你連講個阿門 講個阿彌陀佛都不願意講 他怎麼幫你 是不是如此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拿起電話 拨打我們的專線 或是利用 我們這個影片下方 我說過 只要是你超過 晚上六點半 你可以利用我們影片 右下方的 打過的符號 點進去 就有表單 可以填寫 你要真正的 能夠逆轉勝 你要跟上市場 唯一的贏家 你要跟上 真的看得懂大盤的 看得懂族群的 看得懂個股的 未來的 真正的超盤級的 分析師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也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明天見